OK我们来上第四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那么在上阿贡的历史之前呢 我们要先解决掉一场战争 那就是国共内战的Chinese Civil War 好我们来先注意一下国共内战的时间点 时间点非常好记 因为就紧接着中日战争后 国共内战立刻就忍不住了要开战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哦 中日战争前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好双方一起抗日八年了 那接下来还是要解决之前的辛仇旧恨啊 所以国共又翻脸了 立刻开始争格你死我活 不过很有趣的是呢 这个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 整个国共两党的势力范围哦 这个我们很熟悉的中华民国国旗代表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 是相对的大 那共产党你也可以发现了在整个战争结束后 靠着苏联的帮忙跟自己的努力 他在东北地区 跟华北地区也有了一席之地 不过呢我们都非常清楚结局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 国共内战的结局就是四年后 珠洋变色 共产党席卷中国大陆 而国民党带着中华民国政府破迁来台 开启了在台湾的这段历史哦 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结局是什么 只是我们不好奇吗 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会赢啊 之前看起来他好像就是一直被国民党追着打啊 那国民党都中日战争打八年了 那都能够对付日本大魔王跟他缠斗那么久了 那为什么国民党会输呢 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从三个层面来跟大家做分析哦 好首先第一个层面呢 我们来看看在战争的过程当中 其实共产党因为他本来兵力就相对薄弱嘛 所以他在整个战争的过程当中 他跟日本玩的是一个游击战 一个牵制战 用偷袭的方式减少跟日本的正面对决 如果日本打过来跑啊 打不赢就跑啊 对不对 所以原则上他因为减少跟日本的正面对决 他的兵力的损失是相对少的 而且在八年的期间 他发展了很多自己的根据地 吸收了不少新的兵力 所以给大家看一张图表哦 这是共产党的兵力消长图 这个5.5是1937年共产党的实力 就是5.5万军队左右 可是八年后哇 暴涨到120万的兵力哦 所以共产党这时候的确是 有那个Guts敢说要让天出两个太阳 毛泽东的确有这个底气 去跟蒋中正互别苗头哦 那国民党呢 国民党就相对吃亏了 他代表的是政府的军队 所以他基本上跟日本展开多次正面的交手 大型的会战 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松户会战 那个黄埔军校的主力精锐 在松户会战里面就有大规模的损失跟伤亡哦 但是呢靠着美国在战争后期的补助 其实国民党一来一往原则上 虽然有受到伤害 但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 还是有百万军队的实力 OK 所以国民党虽然有大规模的伤亡 不过你要知道 他还是在战争后期有个基本盘 百万军队是没有问题的 再来第二个层面我们来看一下 还记得苏联老爸为什么 可以进得来东北吗 跟哪个会议有关系 是开罗还是亚尔达 亚尔达会议哦 好 亚尔达会议呢 为了换取苏联对日的参战 给了苏联很多的好处哦 后来在战争后期 1945年的8月 苏联就从东北进入中国 来向日本宣战哦 但是那时候日本差不多要投降啊 所以 第一个苏联老爸 就把他自己的一些武器 自己的一些军事装备 移交给他的小老弟 中国共产党 再来苏联当时进到东北 其实日本没多久之后就投降了 所以他缴获的那些日本的枪械 那些日本很现代化 一流的武器 也通通拿来送给他的小老弟 中共哦 所以我们看这张表格 哇不得了啊 真的是苏联大礼包 这个中共小老弟打开这个大礼包 满满的武器啊 开心 耶 但是你也不要小看国民党啊 其实国民党在整个中日战争 因为在中国战场跟日本消耗的很辛苦 所以美国队长也是有帮忙的 所以美国在整个战争的后期 不断的给予军事的援助哦 一些物资的资源 还有帮他去整建军队 不过我要请你留意一下哦 美国队长的这些帮忙 都是希望国民党可以代表中国政府 打赢日本 所以他这些军事援助的物资 基本上是希望能够去跟日本 去做对战 然后进行消耗的 所以其实国民党拿了这些钱啊 拿了这些物资啊 很大的一部分都花在跟日本的交手上了 但是国民党在跟共产党的交手的过程当中 美国基本上是抱持一个相对中立的状态 因为我都能够跟苏联、史达林 坐在一起开亚尔达会议了 其实中共有没有这么可恶 对我美国来讲还好嘛 对不对 你们中国内部是你们自己去瞧啊 我只希望你可以专心的打赢日本 但是你们国共的内战 基本上美国的立场是没有那么明确的相挺国民党的 这个请大家留意哦 好那再来呢 中共还有一招很厉害的事 在八年战争的期间 在中共占领的区域 他实施很认真的土地改革 赢得民心 怎么说 土地改革 就是把地主的土地没收 然后分给平民老百姓 分给电农啊 所以共产党叫林夫人把土地吐出来 陈董把土地吐出来 王大人李老爷 前部人土地通通吐出来 然后分给老百姓 大家说好不好 好啊 谢谢你共产党 我的土地超人 因为有你 我才拥有自己的土地 太棒了 太赞了 共产党耶 所以共产党那整个战争期间的形象 其实经营的很不错 老百姓认为你站在人民的身边 但国民党就衰啊 没办法 因为国民党当时就是政府 所以国民党为了要去作战 他在很多的大城市都必须进行财产的征收 物资的征收 然后很多军事资源的管控 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 你都把我的钱带走啊 财产征收 物资没收 粮食也征收 我吃都吃不饱了 家产还要送给你拿去抗战 所以其实一来一往 你会发现 人家赢得民心 你只赢得老百姓一肚子怨气 所以得民心者得天下 对不对 再来当时在战争后期跟战争之后 整个中华民国的经济 遇到了非常可怕的通货膨胀 你可以看到 这张图叫做100元法币的购买力 在战争刚开打的民国26年 100块可以买到两头牛 打到30年只剩下一袋面粉 打到34年只剩两颗鸡蛋 打到38年只剩下一张纸 很可怕 鸡排老师从小时候一片大概3040 吃到现在最近我看到那个新闻 那个派克鸡排涨到一片85内 涨两倍我就吓死了 然后你看这个100块的购买力 只剩下买一张纸 这个通货膨胀非常的可怕 所以当时整个货币完全hold不住了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张金元券 面额多少 100万元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下一张 哦呦更厉害了 500万500万元 所以通货膨胀其实让老百姓会非常不舒服 你想想光是现在很多老百姓买不到蛋 或是早餐店从加蛋5块钱 现在10块钱15块钱 就让老百姓怨声载道了 何况是这么夸张等级的通货膨胀 所以 你会讨厌谁 你会怨恨谁 就政府嘛 啊执政者当时是谁 执政党当时是谁 啊国民党嘛 所以当一来一往就知道 在国共内战的期间 共产党的整个实力大幅提升 再加上整个民心啊 整个经济的乱举 让大家对于国民党是很堵烂的 OK 好 那在这过程当中呢 国共有冲突 其实美国是希望说 哎呀 才刚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战 你们可不可以乖一点啊 中国政府可不可以稳定一点啊 所以曾经派了马歇尔来调停 那我想请问你 你觉得啦 你觉得国民党跟共产党会想要接受调停吗 好我们坐下来 我们和好 我们再一次 第三次国共合作 我们组成联合政府 我们一起照顾整个中国人民好不好 你觉得有可能吗 各位同学不要这么傻好不好 不要这么政治天真好不好 对于国民党来讲 他那时候还是有百万实力啊 他还是觉得我就是执政党啊 我好不容易打完日本了 接下来我要开始我新的统治局面了 我真的是想要把共产党彻底的解决 他还是觉得他有能力解决的 蒋宗正还是很讨厌共产党 别忘记他当时 他当时是因为西安事变 他是被迫跟共产党合作的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喜欢过共产党 他不可能停止对共产党的攻击 对于共产党而言 现在不一样咯 现在我也是百万实力咯 对不对 现在有苏联的帮忙 现在我感觉老百姓也很支持我 现在我非常有机会逆转胜 所以对于共产党来讲 这也是个天赐良机 我干嘛要调停 接受调停 这马歇尔调停是失败的 OK 继续打啦继续缠斗啦 那讲到这边呢 我就要先跟你说 当时呢 中国在中日战争结束后的状态 是这样子的 国共内战一边打 一边打 可是当时国民党对他而言 他觉得我迟早会打赢的啦 OK啦没问题 所以该做的事还是要做 在民国36年1947年的1月1号 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 到了12月25号正式实施 所以12月25号对中华民国的国民来讲 不是圣诞节哦 是行献纪念日 所以我一边打国共内战 我觉得我会没关系 这边推动宪法正式实施 宪政 宪政 好 可是国共内战 越打越胶着越打越不妙 发现不对哦 现在是战争时期的 而且有点严峻耶 这不好意思哦 其实在宪法正式实施后4个月 隔一年的5月10号就宣布冻结宪法 颁布了动员勘乱临时条款 哎有没有你国一学过 动员大家的力量 堪平定 我们要平定共产党之乱 所以紧急的冻结宪法 扩大中央政府 扩大总统的权力 所以国共内战继续延烧 但这时候我还是相信 我应该还是打得赢 所以该做的是 哎一样继续做继续做 所以1948年的1月2月 展开了所谓中华民国第一任 第一任总统副总统的选举 现在的蔡英文是第15任 然后她是第14第15 所以她连任一次 她已经在2024会届满 所以接下来2024我们要选的是第16任 中华民国第16任的总统副总统选举 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 好那1948年呢 选出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副总统 就是她 好总统 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 蒋中正 这个呢 这个是副总统李忠仁 这张照片的两件事跟大家分享 第一件事 1948年当选之后 在520发表就职演说 你不觉得很熟悉 没有错 此后此后 中华民国的总统基本上就是在520进行就职 520对我们来讲不只是520我爱你 而且都是历届以来中华民国总统就职的那一天520 这张照片很有趣的是 你如果刚刚我没有特别介绍你有发现他是副总统吗 李忠仁他后来自己回忆说他觉得自己被蒋中正阴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个总统副总统的就职典礼 所以要穿的很正式 所以本来他跟蒋中正是商量好的 那天会一起穿西装 穿印尾服登场 但是蒋中正跟他说 不行不行 现在国共内战其实是一个还蛮危机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是军人出身 我们应该穿军装来表示国家现在正在一个战情险峻的状态 然后当天李忠仁就穿 你看那个军装有没有上面徽章很多 穿得非常鼻挺来 就蒋中正给他来个豪华华丽的长袍马褂 哇 所以李忠仁后来其实非常不爽 因为他穿着军装站在蒋中正旁边 看起来很像是他的侍卫 很像是他的保镖 一点都不像是副总统 他觉得被蒋中正因了 这两个人其实有一些心结啦 不是很愉快啦 好 那我们讲到这边呢 继续 有没有发现 已经1948了 所以隔一年就1949了 那1949我们非常熟悉 1949真的是珠洋变色 世界真的不一样了 中国也不一样了 这一年 共产党取得了中国 共产党取得了中国 而中华民国政府 国民党就拨迁来到台湾 所以接下来 接下来 请你注意 我们在八年级 也就是国二 我们第四课 接下来就会正式的告诉你 1949年10月1号 中华民国 不好意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的历史 那至于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历史 1949年民国38年 台湾随时有机会 会被共产党再攻下来 所以颁布了戒严令 然后接下来 白色恐怖时代 然后长达 接近非常多年的戒严时期 威权时代 就是我们国一七年级 曾经交过的部分了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会进入到 中共建国初期的发展 那我们先上到这边 之后再继续讲 谢谢大家 拜拜